我們看今天路股是大翻轉 上禮拜是整個路股 包括上海跟深圳 都爆出了一個天亮的藏黑 這也是天亮的藏黑 可是我們看到今天 包括了深呼指數 基本上都要準備來挑戰 上週四的一個絕對天亮高點 有沒有機會來做挑戰 我們從幾個數據做一個觀察 第一個是上禮拜天亮藏黑 結果誰掛在裡面 掛在外資 觀眾不要忘記 在下個禮拜二 MSCI就會公佈 中國的股市內地市場A股 能不能納入全球新市場指數 當然這個納不納入 新市場指數會對於被動型的外資 高達1.7兆美金的配置 至關重要 1.7兆1%就是170億美金 加納入10%就是1700億美金 所以多多少少 你要壓一點保 不能手上都沒有 都一公佈說納入15% 哇那慘了 買都買不到 所以上禮拜 中國的股票系基金 從海外大概吸收了46億美金的資金進場 那這是2008年以來最大的單州進場 為什麼 因為債不買來不及 它不納入MSCI就算了 它納入你手上沒有股票 那又等著被追高 等著去抬轎 所以上禮拜46億美金是2800年最大的買超 外資買超 換句話說 上禮拜上禮拜 這根藏黑就是剛好套洋人的 套外國人的 這是第一個觀察 另外我們看到大陸的一個主要的變化 這個消息面很重要 就是上禮拜 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我們看到中央匯金 外面這個中央匯金 基本上就是中國的主權基金 它也是中國包括了工業銀行 建設銀行 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包括幾個大的銀行的主要持股人 分別是大幅減持了個股 這個新聞是引發了上個禮拜四 528天亮重挫的主要原因 就是國家隊退場 大陸叫國家隊 也使得大家對於整個政府 對於股市過熱 是不是產生了一些信心的疑慮 所以引發整個入股暴跌 而這個人是誰 我們過來看一下 這個人就叫做謝植村 他在上個週末正式離職 那很多大陸網友就說 你看共產黨了不起 誰害入股大跌 不是砍頭就是抄家 所以這個中國匯金總經理 這個謝植村就被抄家了 正式離開了整個中央匯金總經理 曾明中好好學學 理論上按照共產黨統治台的話 曾明中今天應該是抄家或砍頭 為什麼 股票只要跌就換人做做看 這是一個消息面的刺激 當然他請吃有別的原因 另外我們看大陸的PMI 連續出現了一個下滑的壓力 我先請外民各做觀察 這市場解讀很多 第一個大陸經濟還是很差 第二個是謝植村的離職 給股民很大的信心 誰敢賣入股 就是中國就是人民最大的敵人 您能觀察 我先講這個謝植村跟惠金公司 惠金公司就是一家大陸國有的 金融投資公司 那謝植村這個人在二月份的時候 他就寫過一篇文章 他想過一下自己的生活 包括什麼精神救贖 系統性的讀書 對不對 然後縮減這個什麼交際 就是過去他覺得在這個金融業裡頭 從事工作這麼多年來 做的壞事太多了 然後照著業對不對 就曉得該怎麼收拾 他現在以衛十月 因為去年是加五年 今年是以衛年 他取了十個願望 就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他寫的這個十個願望 但是市場上不是認為那樣子 認為528的暴跌跟他有關係 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 就是大陸這一波 上個禮拜四暴跌之前 其實一般人評估 原則上如果金融股沒有反轉的話 金融股應該是最後一波漲 因為普遍來講 你看大陸各類股來講 金融股的這個本益比 大概只有到十五 十六 很多都是六十幾 甚至於幾百的都有 所以大家都期待 金融股漲最後一波 再把股市推高 結果金融股沒漲對不對 反而在這個謝子春的 這個帶頭賣之下對不對 反而出現這種重挫 然後引發整個大盤的這種 大輔大悔 對 上一開始崩盤了 這個跟他有沒有關係呢 你也不能講說他完全沒有承認 但是大陸股市熱情的 尤其今年以來的發展 事實上是有很多非理性面的 可是這個解讀很特別 因為你二月份寢時 會在這個週末批准 批准的時間點也很奇怪 所以很多人解讀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這樣子講 我們自己這樣講 我這個講話不用負責任的 對 不用什麼解讀 就是因為叫他做528負責任 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你帶頭賣大型的這種 籃籌股的 國營的四大銀行的股票對不對 造成股市暴跌對不對 這個沒什麼好談的 你就是要負起這個責任來 雖然大陸不希望股市漲得太快 但也不希望造成一天暴跌 一千多點 或者6點多的這種幅度 這種震盪對不對 我想是大陸的金融主管機關 也不能接受 共產黨真好 股票會跌嗎 不可能 跌的話就幫你抄家滅族 因為從大陸現在的情況來講 股市漲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講的說 有利於大陸資本上的 開放打基礎 第二個也有利於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二個你現在大陸有通縮的危機 股市漲的話基本上對不對 某種部分可以化解 通縮危機的這種壓力 第三個你可以調動資金 刺激這個所謂調動什麼資金 就是調動超額儲蓄 還有閒置資金 然後刺激國內市場的消費 進一步來化解 現在產能過剩的這種壓力 所以股市漲其實對中國大陸的 整體經濟來講 或者改革條結構來講 是有幫助的 對 一家公司更奇怪 叫做中超電纜 他有一天發布一個消息說 投資了1.04億人民幣 買了28支顧景州的茶壺 結果這個消息出來以後對不對 股市也一樣漲 你可以看他今年的股價一路漲 所以隨便找個理由對不對 都可以漲 還有一家公司更奇怪了 他宣布把老闆娘的二手 勞斯萊斯用500多萬人民幣買回來 為了提升公司的形象對不對 這樣子股價也漲 這是很滑稽的事情 但是我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中國的歷史裡面 不管是政府或者老百姓炒股票的例子 其實歷史非常悠久的 北宋時代是大概中國古代 金融業最發達的時代 那麼宋仁宗慶立四年的時候 就1044年的時候 1044年 對 當時有個官員 當年有個官員叫做沈翔的人 他考上進士以後被派到山西 山西現在有個叫做謝縣 叫做以前叫謝州 叫解州 解釋的解 就是謝子村的那個謝那個字 山西的西南邊 那個地方是中國古代產鹽的重鎮 所以到那邊去叫他管鹽業 當時北宋的金融業很發達 政府本來都是發鹽引的 就是發鹽的提貨單 鹽商買了提貨單以後 根據提貨單去提鹽 但是很多人很聰明 就把提貨單變成有價證券 很多有錢人就開始炒作 鹽的價格 鹽的這種價格 這造成市場的不穩定 那沈翔他就更聰明了 他就覺得 我就成立一個 我就進行這個 對鹽業的產銷進行改革 成立什麼 成立一個叫做買鈔廠 就是買的買 鈔就是鈔票的鈔 廠就是廠所的廠 就政府發行鹽鈔去買鹽液 如果說鹽價跌的時候 政府就多發行一點鹽鈔 去把鹽液買進來 那鹽價是不是就上去了 如果鹽價對不對 漲太多就把鹽引丟到市場上 把鹽鈔收回來 跟現在貨幣現象很像 他所以就是把鹽巴 完全的這種貨幣化 然後讓這個鹽巴的這種利益 對不對 不要淪落在少數不肖商人手上 蔡老師我們怎麼觀察 其實剛剛外民哥有提到 其實大陸的金融發展史 遠遠比西方不會太少 可是陸股這個爆天量 尤其上禮拜是爆天量 按照技術分析 老師講說陸股是技術分析的天堂 天量而且是個巨量長黑 我們技術面怎麼解讀 大量是有 可是我還不覺得他 不認為他是巨量 對 或是什麼 天量有時候都會發生 是 那我常常講 技術分析來講一句話 就是不怕大量 大量出來最好 因為大量都還會有高點 高點 對 但是你還要看大量發生在什麼位置 來做判斷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現在就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認為這裡應該會進入中斷整理 不管創高也不創高 都是中斷整理 只是說我們要注意一點說 我們要判斷他在哪裡中斷 比如說這個我講到4562 這是一個 我們講我提到4562 他因為他已經先跌破三日新低 對 三日新低表示以後會震盪了 對 這個4562如果跌破了 那表示說他將來會在4200的上下震盪 對 大區間 那再創新高的話 那他的震盪的區間應該會提到4800 或甚至是5000點 4562是個觀察點 對 所以這一段時間他就會開始表態 對 因為你知道這個地方已經有阻力 這個地方都是籌碼都是買進的 這個是在控盤的 這裡是賣 這裡也是賣 對 那這樣子中斷整理是最好的一個結果 最壞結果是怎麼看 我說最壞要怎麼看 最壞的話 背離 價量背離 最壞就是過新高之後量價背離 因為你一般多頭 技術面的多頭不怕大量 我講意思不怕大量 就怕過高後的量價背離 就是指數過高可是成交量跟不上 對 因為主力怕量跟不上